台中市清晨一名林姓男子酒后 和酒店女子发生了消费纠纷 警方到场劝驾不听 女子还撂人来助阵 眼看冲突越演越烈 警方使用辣椒水 其中三个人当场被制服 不过在混混当中 有两名园警不小心 也被辣椒水喷到 男子大声叫嚣 呛园警态度嚣张的不行 园警忍无可忍朝他们喷辣椒水 男子被喷头一滴 居然继续标章话 你先骂我是不是 你先骂我是不是 你先骂我 这边有人被压制 另一头还有人跟警方拉着 远警大喊 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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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算已经被靠上手铐 男子情绪还是很激动 不断大骂警察 甚至呛瞎说要找议员来 男子一路态度嚣张 连在警车内也不断叫嚣 事发在7号凌晨6点左右 台中市中华路与民生路口 林姓男子酒后和陈姓女子发生争执 警方到场制止 陈姓女子找了张姓和吴姓男子到场助阵 混乱中还有人持木棍意图滋事 园警眼看就要失控 以辣椒水控制现场 两名园警也不小心被辣椒水喷洒到 说现场是在酒店跟小姐 消费纠纷 在现场另外一番比较激动 纠纷我们就是用辣椒水来压制 警方到场先制服闹事三人 再把一行五个人都带回派出所 以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酒后争执差点演变成两派人马斗殴 记者 陈姓一 王东山 台中报道 请订阅上stad记者 陈姓一 王东山 台中文